這屆奧運台灣在十八種運動 取得五十八席參賽資格 其中桌球射箭舉重滿額參賽 網球盧彥勳射擊林一軍 桌球鄭一靜 和莊吉淵是四朝元老 四次的話自己其實不會去 太過度去想這些 那反正就是跟以往一樣 就是精力巨大 我想到時候可能 最重要的是 最關鍵還是在心態吧 老將之外也有好多新秀 角力美少女陳文林拿下 睽違二十八年門票 李志凱為台灣十六年後 翻進體操場 傳統三大田徑體操游泳都有選手 水上的帆船 滑船 由張浩和黃毅廷出征 馬術汪毅秀 睽違一百一十二年重返奧運的高爾夫球 台灣四席全上 這不去三頭 正路去去騎騎 這是你的影響 有種去來選票 不只去來騎打 參賽項目擴展人數增加 體育署達成兩個設定目標 現在剩最後一個也是最大挑戰 那就是三金兩銀一銅 舉重項目 射箭項目 跆拳項目 這個羽球 都有選手 而且都是很有機會 在奧運殿堂上 多金多牌 儘管以過往獎牌來看 三金有難度 但舉重牌拳 射箭仍有望搶金 至於其他運動種類 尤其是桌球和羽毛球 只要尋求突破 也將有所收穫